一般二五年,一位名叫托马斯·卡尔,24岁的年轻英格兰移民,和家人一起从费城搬到了纽约。 这一年,他从纽约乘船沿哈德逊河北上,深入到达喀斯基尔山谷,在那里绘制了三幅描绘苍茫群山原始风光的画作。 这些画作在百老汇附近商店的橱窗里展示时,被包括当时著名的雕塑家阿舍·杜朗·杜兰德在内的三位艺术圈重要人物分别买下。 在他们的宣传下,科尔获得了一位富商的赞助,资助他前往卡茨基尔河谷再画一个夏天。 我们看到的这幅画作,就是科尔在1826年夏天所描绘的卡茨基尔瀑布。 经历过两百多年的时间,画面中间两段瀑布之间那块岩石已经看不见了, 而站立在岩石之上那个小小的印第安人的身影,和他们整个民族也都早已不存。 这一幅完成于1827年的画作,描绘了哈德逊河《清晨的阳光》,收藏于旧金山博物馆。 受到科尔的影响,一些画家也开始沿着哈德逊河北上, 专门描绘那些尚未被人类彻底征服的壮丽景色。 哈德逊河画拍也因此横空出世。 托马斯·科尔并没有正式的求学经历。 据说,他的入门老师是一位街头流浪画家Stan,有关他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。 在费城·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的档案中,有过科尔的一些求学记录, 但这也表明他并没有接受过正规而系统的美术教育, 大部分靠的是自学成材。 成名之后的科尔和他那个时代的画家, 诸如华盛顿、奥尔斯顿等等前辈一样, 如果要学学绘画,还是得返回欧洲去读金。 他从1829年开始用了三年的时间游历英国、法国和意大利。 但是他对欧洲的绘画并不接受。 在他所钟爱的风景化领域, 他认为意大利的风景化比巴黎还糟糕, 他们的风景化干巴巴的叫人难受。 但是正是在罗马等地, 他完成了诸多历史风景题材的画作。 这些古代建筑的废墟带给人难以忽视的厚重的历史感。 废尔由此开始思考人类文明和自然的关系, 并且对新移民中所催生的功利主义, 与伊尼安民族之间原始文化的关系进行反省。 回到美国之后, 他开始结合本地不断发现的壮美风景, 试图创作出一种就像托克维尔所描述的 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的壮观景色。 有关科尔成熟时期的这些代表作品, 且在下期再为您介绍。 谢谢您的收看。